秋天干燥,容易上火 所以我每周都会做三次这个汤给家人们喝 这是一位88岁的老中医分享给我的做法 汤鲜味美,营养满满 萝卜去皮留起来备用 然后给它先切成丝,再切成片 四个顺产的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煎至八面金黄 再切成你嘴巴大小的块 砂锅油热,炒香葱姜蒜 放入白萝卜丝翻炒至断生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您一直还没给过我小红星 我还有六个妹妹在上大学 实在是太惨了 今天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星鼓励下吧 非常的感谢 接着下蛋,有条件地加满我家的开水 扣盖炖五分钟 准备儿童裙带菜,一点点就能泡发很多 全是这种小嫩液特别好吸收 它的钙含量是牛奶的十倍 接着下入裙带菜 加盐胡椒粉和鸡精调味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开喝 这样炖的裙带菜鸡蛋汤 汤鲜味美又营养 没有喝过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 感谢观看